大家好 歡迎回到來《望向編輯部》節目時段 今天是2021年1月1號 星期五 新的開始 希望大家有個好的笑頭 接下來是發發發 不知道今天大家的馬仔如何 今節有我許留山 還有我們的45度 社村熊小白熊社長Raymond Wong 大家好 馬仔應該OK的 因為出場給了三隻 大家三隻都跑1、2、3 不是順次序的 唯一一個美中不足 但是如果買一條單T的話 都OK的 都有五百多元的 買一條單T都 買一隻蕭鴨還可以 還有我們的小小菠蘿 紐西蘭 二色台陽 大家好 熊仔餅 澳洲真BC 你好 大家好 幸好真BC 不好意思 在兒子後面 因為小BC都說要參與一下討論那方面 好 還有我們的正向鏡頭的大馬sir 馬來勁 各位觀眾朋友好 請按我們的影片 留下留言 最緊要是訂閱網向編輯部 Youtube Channel 正向部曬冷氣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點讚 好 今天1月1號 新一年新開始 這一幫正棍都打響頭炮 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沒有哪一個時運高還是低 看到一輛車寫著釋放政治犯 哇 相當之過癮 直接當自己的巡邏一樣 因為那些是否記得 我不知道 我不會說這些叫什麼車 車身 一個大貨車這樣 左右兩邊有一張大盤打寫著 釋放政治犯 有民陣的標誌 再貼上民主黨那隻黑甲在車門那裡 還要拿很舊的標誌 駁盡 為民主駁盡的貼紙在那裡 這個駁盡都是曾經在林卓廷那裡出過的 之後有三個人 ドラミ串銷三兄弟 老中青三健就站在車頂那裡 當然車頂有一個平台弄出來的 有兩個大聲公 ドラミ串銷三個 有哪幾個呢 有這個坦克人 李卓害人 這樣的人都有的 一月一號出來害人的 是不是 我們待會再講一下怎樣害人的 好嗎 還有這個陳浩媛 因為他是有身負十四宗罪 再多一兩宗其實都沒有敢 有些人說好像李減徐那些 他多了一億和少了一億 一億其實都不太覺得 沒有敢 當然有些可能有孤寒 都可能會吵兩回事的 這件事 還有一個叫做什麼葉錦朗 就是區議員來的 這個都好像被人抓過的 我不知道他有搞什麼 是嗎 嘩 有眼不適 有眼不適泰山 我 sorry sorry 失敬失敬 就有一個叫做廉 一個這樣的車 會巡遊 去到不同的地方 就會拉起一塊布 大概有三四米 就是釋放政治犯 現在不貼連龍牆 他們這陣子叫做連龍布 抓住的時候 不是扯其了 扯布 扯著一塊布 大家可以過去簽個名 可以表示一下什麼聲門 12個 什麼港人也好 或者不同的其他東西也好 他說我希望 當然他不只是給人簽個名就算 個個都來抽一下水 有些攜青區區議員就來發言 希望大家繼續關注 在囚和流亡海外的港人 還要求中國釋放所有政治犯 又說過去一年 港人雖然受到打壓 但是仍然人心不死 這些聽到都想作嘔 那些叫做在囚的都不用理他 其實有懲教署 已經照顧得相當好 周庭有七件衣服 七件衣服穿 是不是 也有袁家衛幫他買女性用品 流亡海外的更加不用擔心 許智峰三百萬比你還要有錢 可能大部分 曾B師經常說的 六個人吃一盒叉燒飯 你看 許智峰一個人抱著幾百萬 都由得你幾個人吃叉燒飯 知道是什麼人 那繼續說一下這些 那些貿易更好笑 原來葵青區區議會主席 就是這個叫善仲佳 人稱善雞 善雞還是善雞 好像叫善雞 善雞 是吧 好講不講 不知道為什麼講到這裡 如果我在場聽到 一定忍不住笑 不過其實他也算是 有一點點 叫做 道德的 因為其實他說退 真的退下來 他說不算 就是不像那幫人爭吃 餓狗搶屈 是吧 是嗎 但是我跟著那一句 我覺得很 很有問題 好 怎麼呢 道德又崩潰 又低一點 低到貼底 低到貼底 他說 還要泵錢給這個基金 給那些律師吃 是吧 其實現在很敏感的 那時候 很多朋友都覺得 啊 我連出街吃飯 吃一頓飯都不行啊 都麻煩了 還叫我泵錢給那些律師 新光頸領 這麼富貴 這麼好吃 有得去坐 現在都坐了這麼多個 都不差了兩幾 坐了那一堆 是不是 其實可以這麼看的 黃之鋒都坐了 還有什麼可以不坐呢 這個基金是救不了人的 救不了那些律師 救不了不可疑的那些自己 那還有啦 這輛蓮龍 這輛叫做什麼 釋放政治犯的那輛車呢 大馬上 是不是都好像巡遊了好幾個地方 都巡遊了幾個地方 是 有什麼地方 巡不走走走走 沒有什麼分別的 有什麼 要去哪裏出沒注意的那些 車巡的起步點 就是一個 迷之國收隔所 跟著期間呢 途經長沙灣道 尼敦道 尖沙咀碼頭 洪水 銅鑼灣 最後呢 就是以這個 正總為終點站的 正總為終點站 正總為終點站 這條路啊 是不是好像說 最後去到政府總部呢 就說去那個什麼 煲底 寓意的煲底見 煲底見 煲底見 是這麼牽強的了 沒有辦法 就是那個煲底見呢 這一句呢 其實有沒有人相信的 還說這個 寓意在 港人在 新的一年 一定會平平安安 煲底相見 只要越過難關 什麼症呢 終有一天會倒下 哦 這樣 我只是想去去 內地吃海底撈 哈哈 海底撈 唉 你自己撈不行 吃過海底撈 好過撈你這些 還要給錢 你們去撈這些政治游泳 即612那些 就是去吃過海底撈 是吧 那還繼續說 有些人站出來說 還抽這些十二港人水 又說他們一坐一百三歲 就冤枉監啊 又說叫市民繼續關注那十個 現在在國內坐著的 如果市民不關注的話 哎呀 難以想像他們 怎樣對待他咯 不如我們再說一下 那兩個未成年的 送了回來 武村武蘭 老闆 你說什麼 那個樣子呆了少少 可能不是很回答你 可能就他盧頓而已 這樣已經是酷刑了 如果他生了暗瘡 嘴唇爆炸 那些是叫什麼 極型的 是不是 是的 他樣子不精神 他就已經酷刑了 他當作那些電影 那些 扣給力克那些 發條橙那些 是不是 就是整他 讓他逼供 傻 他都不用逼了 去到這個位置的話 如果 衰些說他 是他們的話 什麼都要說出來 去到這樣的境 他不說 還對自己有什麼好處呢 你猜 他說的叫你手足 你猜真的當你手足嗎 是不是 之前我們有一節都說過 不是說有 讀過 不知道訪問了兩個年輕人的 他說在台灣的時候 是天天都有人讀灰的 天天都有人互相出賣的 打電話去報案 就報哪一個 非法居留 發抖到他們兩個要離台灣去英國 再尋求政治庇護 那是很恐怖 就是他們那種 那種 不要理會什麼顏色 我們覺得他們這麼誇張 那好了 我們講一下這輛到處行黑的車 好嗎 那麼 見到呢 就這塊什麼連動部 有很多人簽名 還是怎麼樣 我們覺得很開心 這些行為藝術 就是簽了名 就代表好像很有紀念價值 去到啟動禮之前 開始活動之前 這個李卓人 看到黃台洋一樣 跳上車頂 他玩風景 令為欲衰 不作啞串 他走路的 最後 當然他沒有那麼厲害 他就說 釋放政治犯 關注十二 打壓 陳浩媛還有一個不知什麼差事 葉錦龍跳上車喊 喊到差不多 十幾個警察就來看什麼事 其實本來警察就沒有來的 不過收到投訴 電腦出沒注意 所以警察就過來看 就說你們違反了這個599G限聚令 後來就叫這個葉錦龍出示這個私人 出示這個身份證 但是葉錦龍說什麼 急火車是私人地方來的 不是限聚令 就說警員錯誤詮釋這個法律 然後雙方就在那裡有些對峙的情況 其實都是叫他們拿個身份證出來 是不是 到最後這個葉錦龍也是一粒水的 都是拿一張身份證出來 都是拿的 現在當然了 到最後 阿Sir都 如果是政治打壓還是怎樣 我覺得應該連人帶車就把你們全部送回警局了 是不是? 但是有沒有這樣的事 阿Sir都讓他們走 其實這個是不是就是警暴呢 是不是極權呢 是不是暴政呢 是不是暴政呢 我完全不覺得 那好吧 跌落地了 拿一張紙紗 阿Sir叫他們拿身份證出來 到最後都要拿 拿完之後 阿Sir就走了 就說 搞錯了 私人地方都不行 就說了 說了 只有這張紙紗 就是周星馳那個喜劇之王呢 跟阿田總輝說 他們去走了 你快點 拿兩碗刀過去 拿兩碗刀過去 立冬那個尾賽先 他就拿著 怕了你 蓋了他幾巴掌才怕得你 然後才拿著尾巴掌 打下去哭了 都是那句話 其實都很流行拿美彩 是這樣的啦 本日 很多這些拿美彩的人 很多這些 其實有一條麻木L叫做COSE 0518 他有聽我們那個賽馬節目的 應該有贏錢 都在那裡壓制張摩洛哥 我罵這個人很煩 這些就應該燒他素補的 我今天就燒他 因為這些人是非常可惡的 贏錢輸命的這些人 就是你贏了多謝都沒有一句話 或者大家互利 這些是死乞丐來的 他還說 哎呀 你連北半球馬 1月1號要加1歲都不認識 大哥 我真的忘記了1月1號 就是我忘記了這件事 我完全不想起的 昨天 因為昨天我們錄的時候已經很晚了 錄音的時候 錄完之後還出去拍片 其實都忘記了要做什麼的 你兒子很過份的 多了一人 這些是狗狼來的 為什麼呢 讓我告訴你為什麼這些是狗狼 就是說政府做好東西的時候 你都不多謝一句 老鳳 做錯一點點就插得太皮 是 這條人一向就是這樣 我其實看到昨天那些肥佬禮 他後來判完之後 就叫他再進去荔枝角等 然後再審 我看到有些人在開香檳 其實我都覺得是的 喂 律政司如果現在 或者可能法院那方面 他再叫肥佬回去拘押了 你又不會去讚一下 律政司啊 或者那個大家整個律政司處裡面的人的功勞啊 和那個法官那方面 對肥佬禮 這個叫他回去荔枝角住住的決定呢 你又不會給他一些家的 你反而是自己開香檳自己喝 是嗎 開來敬法官一杯 我覺得就會公平一點點 但是你的個人身份 你說我個人在家裡開一杯子的 這個沒問題 如果你說自己是什麼團體還是怎麼樣呢 或者有時候你罵到那些官那麼厲害的時候 如果人家做得好的話 是不是要讚一句話 公佬一點啦 公佬一點啦 是的 公佬一點啦 你那些人不會的 那些人不會的 還有一件事 有一個人叫Tonee匡在這裡留言 你們有幾個人 前段時間才說法官找許肥佬禮 保釋是沒有問題的 這麼快又轉軚? 沒有轉軚啊 沒有轉軚啊 我們一直都是服從法庭的判決的 還有我記得我當時補回說的 就是政府都是上訴的 我們的意思其實呢 就是按著整個process去做 整個程序去做是沒有問題的 現在就有些人在這裡說了 就陷這個建制派 和這個人民日報於不義 還要陷這個梁振英於不義 如果不是梁振英出來說 那些法官都不會 不會扔回這個梁振英進去的 不是人民日報 你這樣說的意思就是 其實就是 說香港不是真的司法獨立 他們應該沒有聽過我們的節目 我們其實都有解釋 其實現在不是已經判許不能夠保釋 只不過這件事要再繼續審理 但是那個 因為某程度上的資料和不同的理據 一定要再研究一下 要花一段時間 就所以要2月初的時候才可以再審 不過這一段時間呢 他不能夠在外面趴趴走 來等 再開庭去審 要他在荔枝角裡面等 再審 他能不能夠叫做保釋外出這件事 要記住這件事 現在不是已經被他能夠 推翻了去保釋的決定 不要搞錯 他現在在裡面等而已 有些人搞錯了這件事 就是剛才的社長說這個 所以我們沒有轉台 其實都沒有真正判的 轉台 所以 沒有聽節目 我沒有錄過一次節目的 我也要先說 但是我一定是支持兄弟的 我們一直都是講一個道理 就是你可以讓社會長和一點的 就是 首先做好自己先 看看那個process 看看那個程序是怎麼做 不要先罵了 好像有些人這樣罵了先 是我罵了 跟著才有公平公正的選舉 或者公平公正的裁判 不是這樣的 這個世界 因為你罵完之後 法庭是要講一些理據和理由和原因是怎樣才有判決的 不是你罵完那個原因和那些資料就會爆出來的 有就有沒有就沒有的 這個要先理解那個前因後果 不可以本末倒置的 是吧? 不如這樣吧 我們講這個 這幫這樣的黑概呢 走在那裡行黑的那些 希望大家時運高都見不到 這塊這樣的連龍布還是什麼 見不到都真是眼淵了 是吧? 新年流流 搞了這些東西 是啊 一月一就走來黑錢 還說要給612 那幫已經發過豬頭了 你想想 縫了一億 斷億出去 超過一億的錢 你想想有多少真是落到那些手足的袋 或者那些 有多少是見不到 究竟去了哪些錢 你還一月一的時候叫人捐錢給他們 你不是傻的 是吧? 又是什麼關注 什麼囚友 又是什麼繼續要訴求 還說五大訴求出來 這些太過老套了 是吧? 現在那個陳浩媛也繼續說 又叫大家不要模仿這些政治犯 其實說得出這些模仿政治犯 即使他已經看到 有很多人已經不想理 已經是遺忘了這些人 如果大家經常都記住 要怎樣的 你不用出來在那裡喊的 是吧? 是啊 是吧 我都說的了 後面剛才一位聽眾也大聲一下 是啊 如果大家要忘記 或者不想再去搞這些 已經out day 已經沒有興趣的 你就不要再提了 這些呢 你也不想再 可能有些人跟你說 喂 台湾 你以前留長頭髮 鄭伊健那時候很帥的 那些黑色的 像陳浩媛一樣 哎呀 別再講這些了 是吧 講你壞了 這些不流行的 這些頭髮型那些 曾經做過就算了 以前可能很流行 那些造型上 過了氣的那些 有些可能還跟你說 喂 五年級的時候呢 拿全級第一的 哇 很厲害 那時候 喂 跟真BC講一下 可能 我現在是博士了 我是博士來的 你還跟我說 五年級的時候 拿全級第一 別說這些了 是不是 很厲害 真的 是的 是啊 就是好像榮東二以前 說他比較涼一點 人家拿出他的衣服 那些以前打扮出來 我看到有次訪問他 他臉都青一青 是啊 都會有的 我之前有個朋友還很有趣 他那時候小時候 中五的時候 他是十丘狀元的那些 那時候電視也有拍他的 那個造型 他相當的樹蜜的 那個造型 非常愚蠢的那些 他後來在社會上 都算是賺到錢 都不錯的 都是一個大老闆的那些 後來有些人提他結清 又拿回他的資料出來說 他說 你下次再在我面前說這些 我會一拳打他 這些不要再說 你太蠢蜂蜓的東西 都不是值得用來炫耀的東西來的 一對比起自己的成就那方面 即使 你知道別人在遺忘 你才叫別人不要忘記 就是這個意思 還好笑 還說 哎呀 真的很抱歉 他跟大家說 因為今年搞不了元旦遊行啊 哎呀 沒人想搞什麼 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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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啦 學長沒有說 修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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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啦 乞衣 神經病 跟著跟別人說 哎呀 很抱歉啊 搞不了啊 又說 爭取民主一向都很困難的了 現在非一招一直能夠成功 希望市民就用不同的途徑發聲 喂 陳必詩或者 修啦 喂 今年沒有什麼元旦大遊行呢 耳根清靜啊 是不是很舒服啊 大家覺得 是不是 又不用避了哪裏 怕有人出來搞事啊 是不是 不用怕有人剝毒啊 真的是 是啊 還好啦 哎呀 突然間 難怪靜了啊 沒有了什麼元旦大遊行啊 那些還是怎樣啊 大家記得831啊 龍眼姐不提過 我都不記得啊 啊 啊 831啊 是啊 331號啊 我記得啊 昨天啊 是啊 是啊 喂 有沒有那些人這麼愚蠢呢 還要入定那些白花等他們買啊 我定 昨天沒有人買的 是不是 沒有啦 笑望啊 那龍眼姐有沒有去看看有沒有人買了一噸的白花 還是已經是整了一宅的 是不是 沒有啊 是 那幾錢一宅的 如果是 錢的那些任你擺的 是不是 是嗎 應該不是啊 我想到的 其實83.1一宅 是不是 收信一點就83 一宅一宅 是不是 一宅 幾支啦 現在都做幾支啦 不要那麼離譜 都可以的 收回來環保去再用 那收回83.1 83.1 OK的啊 不同價錢什麼都好啦 他們 咦 通常你今天去沙嶺的啊 暫時沒有消息 應該沒什麼就落了 我猜 真是這口香都沒得吃啊 一定是懶惰啦 好啦 我們這次來到這裡先了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